哈喽,大家好,我是Rebecca,欢迎来到我的餐桌 油亮的控肉盖在白饭上,仿佛像是有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 从清晨的早餐到午晚餐,甚至是宵夜都能发现控肉饭无所不在 就可以知道控肉饭有多好吃了 好吃的控肉饭最大的特色在于控肉卤的油亮入味 皮Q肉嫩不腻嘴 今天要教大家简简单单就能卤出皮Q肉嫩油油亮亮的控肉 准备好要跟我一起动手做了吗 首先我们先烧一锅热水,水煮至微滚就好 然后把带皮猪五花1000克放入锅中 稍微将猪五花底部表面烫熟 倒入米酒20克,可以去腥 大约汆烫一分钟,然后将猪五花翻面 将猪五花表皮也稍微烫熟 这样可以去除猪腥味,也可以去除血水 这次我选用带皮的猪五花肉 我请肉商老板帮我切一条宽约10公分的带皮猪五花肉 我怕吃太多肥肉,所以我选瘦漆肥三的带皮猪五花 猪五花表面烫至为熟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现在准备切控肉需要的辛香料 今天准备的青葱是200克 把它分成两部分 葱白的部分切成短,葱绿的部分切成10公分一段 不辣的红辣椒三根,先去除地头 然后将辣椒剖开,把里面的籽去除 去除籽比较不会影响口感 将30克先切成片,再切成粗丝状 蒜头10克,我们把它拍破 将稍微汆烫过的带皮猪五花肉1000克 我们把它切成厚约2公分一块 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控肉最漂亮 就算长时间炖煮,依然还是保有控肉该有的外形 你们可以看到猪五花里面还是深的 我喜欢汆烫至这样的熟度 因为待会还要煎五花肉 这样才能把五花肉的表面煎香 每块控肉切的大小就像这块一样就好 然后再切好的猪五花淋上酱油20克 将每块猪五花肉均匀地涂抹上酱油 这样可以让猪五花待会在煎的时候能够更上色 而且煎出来的五花肉也会更有酱香味 准备一个炒锅,然后开火加热 倒入沙拉油30克 热烤油锅就可以将猪五花肉放入锅中 平均排放整齐 我们开中小火慢慢地煎 将猪五花肉翻面 每面都要煎到焦香 这个动作很重要 是控肉好吃的关键 每面煎到焦香金黄上色 不仅能让卤出来的控肉外表愤美 而且也有定型的作用 长时间炖煮也不会变形 五花肉煎到这样外表有些焦香金黄 就可以起锅了 将煎好的猪五花肉夹起来 用圆锅中的油 然后放入冰糖50克 慢慢地炒到冰糖融化 呈现焦糖色 这个炒糖色的方式跟上次红烧肉炒糖色的方式不同 这是很简易的炒糖色方式 炒出来的糖色很美 而且也很香 糖色炒至这样的深褐色 就可以下拍破的蒜头10克 姜丝30克 下葱白段 红辣椒3根 然后将所有的辛香料爆炒出香气 倒入酱油220克 把酱油的酱香味爆炒出来 所有的辛香料跟酱油爆炒出香气后 煮至微滚就可以准备关火了 今天我准备用一个26公分的铸铁锅来炖控肉 在锅中放入青葱段 铺满锅子的底部 然后放入煎好的猪五花肉 平均铺满整个铸铁锅 这样炖出来的控肉才会熟度一致 然后倒入炒好的酱汁 倒入油葱酥80克 我家的控肉喜欢加入很多的油葱酥 炖煮出来的控肉有满满的古早味 加入干草3克 肉桂5克 八角5克 倒入米酒120克 加入水800克 水一定要淹没锅食材 这样炖出来的控肉才会好吃入味 放入水煮蛋6克 油豆腐450克 我家的控肉一定要放这两样 不为什么 只因为炖出来的卤蛋跟油豆腐超级好吃 然后开火加热 盖上锅盖 把火炖煮至沸腾后 转小火 然后炖煮40分钟 40分钟到了 关火再焖30分钟 30分钟到了 准备要来开盖了 我的老天鹅啊 真是超级香的 有豆腐卤得很入味 颜色也很漂亮 加一块控肉来看看 控肉的外形很美 没有散掉 而且呱呱的 真的好诱人哦 准备要来盛饭了 先将饭松开 今天我还是用腐饭锅来煮白米饭 好吃的控肉饭 一定要有好吃的白米饭来搭配 这样的控肉饭才能算是完美 今天我不贪心 我只要夹一块控肉就满足了 油油亮亮的控肉 瘦肉轻 肥肉三的比例刚刚好 夹一块卤得入味的油豆腐 一颗好吃的卤蛋 感觉我的饭碗已经满了 再淋上几匙控肉的卤汁 这碗无敌好吃的雷贝卡加 控肉饭就完成咯 我做的这个控肉最重要的 就是先把五花肉煎到焦香金黄 再用糖色爆炒辛香料 做出好吃的卤汁基底 再运用一些小技巧 让表皮上色漂亮 更令人垂涎三尺 咸中带甜的卤汁 配上好吃的白米饭 那控肉瘦肉的部分不柴很好咬 搭配那肥肉肥而不逆入口即化的口感 真的是让人好满足哦 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吗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